环保人士兼爱书人沈士浩 几年前把可以再循环使用的物品 带到环保站回收时 看到志工把旧书本一张一张撕开分类 当作废纸卖掉 让他觉得很可惜 后来他和太太商量后 决定成立书本领养中心 让人们把家中不要的旧书刊放到这里 让其他有缘人带回家 这么一做就做了两年 我们就觉得很心痛 看到人家好好的一本书 这样拿去死掉 当着废纸卖 卖也不到两三脚钱 一本这样好好的书 只是当着废纸 所以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来 过后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 倒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去step up 就是讲我们问他 是不是你我们如果要帮你来做成立一个book center 或者是那时候也不知道叫什么 也没有想到要做叫book adaptation center 就是讲来把这些书收藏起来 然后可以跟别人分享 沈氏浩说领养中心里的每一个家具都有属于他的小典故 例如木制的书厨是由渣打银行捐赠的 至于铁制书架是慈济曾帮忙过的罗辛亚人帮忙打造的 而这里的风扇 电灯和电线则是一些义工把老旧的风扇维修后安装上去的 这个书籍领养中心平时没有人看管 只有周末或特定时段才有义工前来整理打扫 沈氏浩鼓励更多人捐出书籍或前来当义工 好让这一家坐落在八六拜私立里门花园的书籍领养中心 能继续办下去 NTV7 槟城采访报道